不知道怎么回事 每次看到三角龙都想与他欧个爪 因为就像是没有驯服的三角龙 也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玩家 比如被其他肉食的生活追捕的时候 你可以给你到三角龙旁边 而三角龙就会帮你干掉追捕你的家伙 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能干掉 并且还会把尸体留在原地 尤其是在前期受笔稀缺的情况下 对于萌新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帮助 我们称它为萌新保护伞 三角龙属于中等体型 草食性的恐龙 三角龙的性情温顺 不会主动攻击玩家 但你非要碰它一两下 那结局就是 别厉害 别厉害 前面是悬崖 玩家被三角龙的冲撞技能顶重时 会进入减速宣运状态 不过在这个状态下可以使用武器反击 三角龙普通攻击会将玩家 与中小型生物给击飞 也就是顶 顶 顶 这感觉太长了 射不了 哪怕这短一点也行啊 我说的是他的脚 修复三角龙很简单 我们可以用弹弓 麻醉剑 麻醉镖 来封身三角龙 注意 别往他同伴那里跑 否则 救命啊 当然 我们可以耗过三角龙的体力 这样他们就会进入老年人模式 你想怎么打都行 但不要打三角龙的头部 三角龙头部有着刚昂的减伤 大概80%左右 所以竟然会看到双几刀火的 薰魔龙蚕食在三角龙前面 空气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空龙方 来驯服三角龙 三角龙吃绿色石料 其实是舒畅 我懒得重力 所以只为了起紫色坚果 三角龙的安16级解锁 制作无需铁箱台 起上三角龙 我们可以感受他老年人的速度了 三角龙可以当作攻击龙使用 他可以采集坚果 打树可以采集大量的茅草 以及少量的木产 三角龙的左键普通攻击 具有击退效果 然后我们就可以顶天顶地顶空气了 我顶 顶 顶 副主龙就算了 嘴不上 三角龙有个抵抗buff 当附近存在大型生物时 三角龙头顶就会出现红光 有了这个buff之后 三角龙会增加伤害 以及受伤减少 三角龙右键 虚拟冲锋 按住右键不放 右边有一个虚拟槽 满了之后松开右键 记住七上年背跑模式 不会被树阻挡 起点后镜会停下来 撞到生物会给生物上眩衣 减速buff 真厉害 所以赶快把握时间顶呀 因为buff结束之后 它们容易跑走 毕竟三角龙老年人速度嘛 不好追 这个也可以冲上去顶 顶不得顶不得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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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